范蒂冈电台训 教宗方济各8月28日 在宗座大楼书房窗口 带领朝圣信友 宿念三中经 主日福音祭述 耶稣在一个法利塞人首领家中吃饭 看到宾客 征选首席 便以比喻教训他们谦卑行事 教宗评论道 历史教导我们 骄傲 追民逐利 虚荣 夸耀 是导致许多恶的原因 耶稣教训我们 应该选择莫习 也就是不自大 不张扬 及谦卑行事 当我们怀着这种谦卑的态度 来到上主面前时 天主必将提拔我们 俯身把我们抬举到他的高度 因为凡高举自己的 必被贬义 凡贬义自己的 必被高举 基督徒应该选择 无偿给予 不要为了得到回报 或更加富有 而投机取巧 偶心算计 实际上 穷人 普通人 那些不起眼的人 一定没有能力 回请一次酒席 耶稣 耶稣以此表明 他偏爱那些 在天国必受优待的穷人 和受排斥的人 耶稣还留下一条 至关重要的福音讯息 为爱天主而服务近人 今天 耶稣替那些弱小者发声 由衷呼吁我们每个人 敞开心门 与穷人 饥饿的人 受排斥的人 难民 生活的失败者 被社会和强权所丢弃的人 分担苦难和忧愁 教宗在此念及众多义工们的服务 尤其是在爱德食堂内服务的义工 教宗称爱德食堂是培养爱德 捍卫无常文化的学校